突如其來的巨石 把遊覽車砸穿一個大洞 也不幸壓死 一名正在熟睡休息的 47歲富人 對 那她的小孩子 就是小孩子一直鼓勵她說 趁年輕你能走 趕快去 去走 去玩 富人家屬好難過 好端端的卻被落石擊中 這輛遊覽車 當時行進中橫公路 天翔路段 剛從明隧道出來 準備進入翔綠隧道 想不到短短約100公尺的距離 卻遇上落石意外 而這顆約一公噸重的巨石 從三層樓高崩落 經過計算衝擊力道約14噸重 相當於5輛大貨車一起壓下 國家管理書它也沒有封 那代表是不是大家可以 然後也沒有說 要大家特別注意 但是... 以為沒有封路就會很安全 卻不幸遇上落石喪命 家屬因此懷疑政府單位 是不是有疏失 將會提出博賠訴求 但當時風雨強烈 怎麼會沒有封路 原來封路依降雨量為基準 一個小時40毫米 24小時200毫米 才會實施第一階段的封路 但當時雨量一個小時10毫米 24小時內達70毫米 離封路標準還有段距離 專家表示可能是連日高溫碰上大雨 強烈的熱障冷縮造成巨石崩落 山區路段天氣驟變 但誰也沒想到會碰上這樣的意外 記得吳采薰華聯報導 下awi 2019年 10月4日 150毫米 選, 選, 選擇, homelessness, 感谢观看